這個表單做完之後呢 我要怎麼樣把它啟動起來 所以特別注意 第一個你的這個表單要如何啟動 總不可能說呢 你將來做好這個表單之後的話 一直叫使用者怎麼樣呢 你到那個VBA裡面切過來之後 然後呢找到表單 上面一個啟動把它按下去 是沒有錯可以啟動 但是呢當然非常不方便 所以最好是怎麼樣 最好是你可以設計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呢可以直接在 也許在顯眼的地方 出現有一個啟動表單 那你把它按下去之後的話 它就會啟動起來了 這樣的話使用者可以怎麼樣呢 直接填填一些資料 比如說它的名字 它的生日 然後呢它的這個 相關的血型 或者是說它的門號的區碼跟末碼 填完之後的話呢當然 按新增之後 那以往啊 按新增大部分都是新增到 這個後端的資料庫啦 不過有的時候 其實你只是暫時希望填一些資料的話 那如果你還要再連資料庫其實 有點太麻煩了 那怎麼樣可以直接把Esser當資料庫 來暫時存放你這些資料呢 其實相當簡單嘛 你就按個新增 OK 那新增之後的話呢 它就會幫我執行什麼 執行這個 click的事件 不過這邊好像少了一個手機 這個function好像 我這邊沒有把它加進來 那這個地方我先把它 先速解掉 OK 那如果當我怎麼樣 按下那個按鈕之後的話 它會自動怎麼樣 幫我把資料填到 這一個資料的最下面 各位可以看到了嗎 這個地方呢就會新增一筆紀錄 那這一筆紀錄的話呢 剛好就是我剛剛填的東西 裡面包含這個 它的姓名AA 然後它的生日 血型啊 但是這個地方我沒有讓它產生了 還有這三個資料 那可是我們剛剛沒有填編號嘛 可是編號怎麼產生的呢 基本上這個地方呢 我用的邏輯是這樣 編號不需要讓使用者自己填 為什麼 因為他怎麼知道編號編到哪裡 所以呢 比較 我想比較合乎邏輯的就是 把上面這個編號 抓出來之後 把它加一 寫到A欄的最下面一列 再加一列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編號會自動產生 那其他就是 就是按照你出入的東西 幫你填上去 不過呢 後來有同學就會 在這地方 當然第一個 怎麼樣啟動錶單 那啟動錶單的話 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只要一行 一行程序就可以了 這個地方的做法 當然上禮拜 好像這個地方還沒講到 怎麼樣啟動錶單嗎 其實非常簡單 特別注意 上禮拜有特別 有跟各位提過 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呢 要產生一個按鈕之前 你要先在那個VBA裡面 先產生一個程序 那個程序一定是SUB開頭的 那那個程序的話呢 當我 就是產生那個程序之後 你再去對應 就可以對應到什麼呢 那個按 就是對應到 按鈕就可以對應到那個程序 那做法上我做一次給各位看 假如說你今天已經把那個表單給做好了 假設這個表單已經做好了 那你希望啟動的話 之前呢 是我交規則 直接按上面那個執行吧 不過一般user不可能說 加來這邊執行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做 直接切到模組 然後裡面的話 特別說這個我把它先刪掉 我再重做一次 第一步就是說 我先在這個 這個先把它刪掉 直接在優标放這邊 然後呢 插入一個什麼程序 這個程序的名稱的話呢 叫做啟動表單 OK 那它一定是一個sub sub對應的一定是一個按鈕 反正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下方就會出現一個sub 然後呢 名稱叫做啟動表單 那接下來就是說 我有一個表單 表單的名字喔 我們改過有沒有 叫home 那我要把它秀出來的話 其實非常簡單 就有點像是主詞跟動詞 主詞的話就是那個表單 那個表單的名字叫home home之後的話 你再點一個什麼 動作show 所以這裡面的話有個方法 其實綠色就是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名稱叫show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 載到什麼呢 載到我的 意思有裡面 利用什麼 利用這個 插入表單控制項裡面有一個按鈕 那我把它點擊了 當然我這邊已經做好一個 我再做一次給各位看 選取有沒有 然後這邊對應到一個啟動表單 再選取這邊 好 複製一下 為什麼要複製呢 因為等一下這個名稱喔 如果你沒有複製 你要重新再打一個啟動表單 四個字 但是如果你已經有複製的話 你就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呢 這個時候喔 這個啟動表單按下去 欸 它就跳出來了 所以啟動表單的方式 一就是 在什麼呢 在程序裡面有沒有 模組裡面插入一個程序 叫啟動表單 做完畢之後喔 你再到什麼呢 再到你的這邊 去做一個按鈕 當按下按鈕 它就會去哄點show 就把什麼呢 欸 這個表單給呼叫起來了 那這個是方法一啦 不過 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當然還有方法二 有同學會說 老師那可是我希望 當我工作部 有沒有 當我以色打開的時候 那我希望呢 它表單就自動打開了 這樣會更好喔 因為 我就是直接要給使用者 他幫我填一些資料 那如果說呢 他還要按按鈕的話 恐怕他有時候會不知道按鈕在哪裡 所以最好是怎麼樣 自動跳出表單的話 所以如果我說 將來喔 你們會希望 欸 這個啟動表單的動作喔 是在當這個怎麼樣 以色有被打開的時候 就直接開啟的話 欸這邊還需要喔 欸 了解一下 這個我想等一下再來看好了 所以請各位喔 欸 先 把上個禮拜的範例喔 先打開來 先打開來 那如果你上個禮拜的這個表單喔 可能喔 我相信應該有同學會有一種狀況 就是說 你的表單裡面喔 是沒有的 可能沒有存到檔喔 或者你那個怎麼辦呢 沒關係 你可以喔 把雲端上面 各位可以在那個文字與資料函數裡面 喔 在 欸 這邊 等一下我再把 那等一下喔 我會把我剛剛做好的東西 我那個表單喔 放上來好了喔 你們先試試看好了喔 給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因為上個禮拜大概我想 頂多就是提到怎麼樣做表單 可是 要如何做喔 在過程呢 我們喔 首先再來回顧一下喔 第一個喔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的電腦如果會還原的話 記得就是一定要開花園把它叫出來 基本上這個不是預設的 預設是沒有喔 所以記得就是在應該是其他 其他命令裡面 其他命令裡面的常用 常用裡面記得喔 如果你現在電腦裡面沒有打勾這個 它開花園是沒有的 第一個一定要開花園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在Visual Basic裡面 好 那這個地方喔 各位可以看到 因為我現在已經有完成了 所以完成的話 一定會有個表單長這樣子 那這個表單喔 當然這是完成之後啦 所以喔 如果假設你沒有這個表單的話 那我先把它移除好了 如果說你要把它移除的話 就直接要不要匯出 不要好了 先不要匯出 那基本上呢 你應該會有模組 模組裡面有上個禮拜寫的東西 好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欸 希望怎麼樣 希望做一個表單喔 那做表單的方法 第一個 按滑鼠右鍵 好 右鍵之後的話 有一個叫插入一個叫什麼 自訂表單的功能 OK 那自訂表單喔 欸 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 跳出一個 欸 有沒有 類似像這樣一個表單 就是表單的大小 那再再來第二個就是說喔 欸 你要先 大概預設你這個表單大概多大多小 你可以去做什麼 去做拖拉拉 當然你如果希望大一點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表單做大一點 拉大一點 也許你這個按鈕可以做大一點 讓一般的User看起來比較清楚 不過這個由你自己來設計啦 那這個表單的設計方法第一個喔 就是說先插入一個自訂表單 OK 第二個的話呢 這樣基本上我的原則這樣 我設計的流程一定是 從 由外而內 從外面喔 先設定喔 再由左到右 那做法上面這樣第一個 就是 這個表單喔 名稱預設叫User Form 1 那我希望把它改成什麼 比如說像這個叫 左上角這個叫Caption 我要去修改它的屬性的話 其實屬性就是指它外觀 長什麼樣子 該怎麼修改 首先第一個喔 其實你點這個表單的時候 下方應該會有一個屬性的一個面板 可是喔 可能說我把它關掉 把它打開好了 在檢視裡面 有一個叫屬性視窗 這個地方有時候它會太大了 把它往下拉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放在這個位置 那第一個喔 特別注意喔 這個表單裡面我會改兩個屬性 第一個屬性就是它的Name 它的Name喔 因為預設是 叫User Form 1 我覺得太長了 那我習慣 如果我的表單的話 我通常會把它改成叫Home 所以以後喔 如果你要把它叫出來的話 那就是Home.show 當然如果說 你沒有去更改它的名稱 就叫User Form 1.show 你要校對名稱喔 不是說 像之前有同學喔 他明明忘了改Name 還是User Form 1 結果他打程式打一個Home.show 然後一直執行 又一直錯誤喔 那一定的嘛 對不對 一定要對應到 名稱要一樣喔 你不要照跟我一樣 打 可是呢 結果兩個沒有match 第一個 它的Name要更改 那也就是說程式控制 一定就是按照Name去控制 第二個就是它的什麼呢 可能裡面我已經有一個Home 可能剛剛移除喔 它沒有重開期喔 因為我剛剛是不是有一個Home 沒有重開機它可能會發生錯 所以我這邊改成Home 2好了 你們應該沒有這個問題喔 好 再來的話呢 左上角這個名稱 現在叫User Form 1 可是其實不好看嘛 它怎麼改呢 有一個屬性 叫做Caption 這個恐怕要記一下 以後喔 如果裡面的表單的一些名稱 你要做變更的話 那你要記得怎麼樣 這邊把它改成 這個User Form 1有沒有 其實就對應到這個名稱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呢 希望打個名稱 比如說叫會員系統好了 假設這個是一個處理會員系統 那你就打一個會員系統 Enter一下 欸 各位可以看到喔 它會有什麼變化呢 欸 Caption 有沒有 它對應到的就是這個東西 有沒有發現 你改了它 它就幫你改了 所以基本上呢 等一下喔 你們就是 第一個就是先把那個表單 改一下名稱 因為就叫Home 因為我已經之前有做過一次了 所以他可能你沒有記得Home OK 那就會員系統兩個屬性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請各位在這邊加入 你需要輸入欄位名稱 包含什麼呢 生日一個標籤 然後呢 姓名生日血型 手機可能不用了 手機自動產生 電信業者 門號區碼 門號末碼 總共六個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佈一個表單 那怎麼做呢 第一個當然 習慣上 當然你也可以有其他的創意 不過通常是這樣 前面會放一個標籤 那所以等一下請各位稍微要了解一下 就是在你的表單的上方 會有一個浮動的叫工具箱的東西 那理論上應該是會出現的 不過如果你手癢把它關掉的話 也沒關係 比之前有同學是關掉它 那你怎麼把它叫出來 檢視工具箱 一樣出來了 OK 那裡面你可怕了解一下 這個工具箱有點像零件 你先有點像樂高積木一樣 不過它是軟體的 其實我覺得我們這個就是軟體零件 虛擬的 但實際上它的功用跟實體的也是 也差不多也是可以產生作用 那裡面的話常用的像Label Label就標籤 這個標籤用途就是告訴使用者 這個地方是填什麼東西 第二個可能會用到的是小A小B Test Box 顧名思義碼 文字欄位 可以填資料的 那如果說這邊有一個雪形有沒有 雪形的話恐怕用第三個 叫Combo Box 這個就下拉清單 點擊下去之後 可以讓使用者填什麼 A B O A B 有沒有一個下拉清單 其實我蠻建議各位 以後都讓使用者填資料的時候 如果可以的話 你就讓它下拉清單 有個好處是什麼 它絕對不會選 絕對不會輸入錯 因為有時候 你明明不會錯的地方 但你沒讓它選 它就會給你亂填 OK 然後還有第四個是什麼 就是按鈕 叫做Commend Button 我們等一下會用到大概 就工具箱裡面這四個東西 就可以幫我設計出一個錶彈 那設計的流程一定是由左到右 由上到下 那怎麼做 我教各位一下 第一個先做個標籤 點它一下有沒有 就有點像Photoshop 你要拉一個東西 由左上到右下 拉一個大小 那這個是一個標籤 名稱的話呢 叫做姓名好了 比如說這個名稱 後面放一個 對應的那個文字 文字方塊 Name的地方不用改 因為這個只是 裝飾用的啦 讓使用者知道說 這邊要填什麼 你只要改Caption 這個裡面的欄位 叫做姓名 所以這邊的話 你就輸入一個姓名 OK Enter 一下 這邊姓名 把它改一下 Enter 好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一樣 如果你更改 那個Caption屬性的話 有沒有 它就會自動幫你去變更 這邊了 改過來了 OK 那第二個就是說 不對啊 這個字好像太小了 所以我必須要把字放大 第二個呢 我希望 顏色好像黑的 看起來不好看 我希望換個顏色好了 比如說我換個 OK 比如說深藍色好了 OK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 其實特別注意喔 所謂的屬性就是指的是什麼 它的外觀 所以用拆的應該也可以拆得出來 如果我要把字的顏色 比如說字的大小變更的話 特別注意 它這邊有個FORM FORM的字型變更 可以從這邊 字的大小也可以從這邊 第二個是FORCOLOR指的就是它前景顏色 所以兩個屬性我們來變更給各位看 特別注意喔 這個FORM 它的變更方法很特殊 之前有同學一直點 點下去 奇怪沒東西喔 它有點小機關喔 旁邊有個小按鈕對不對 請你點這邊 因為上次有同學 結果我點的很順 我一點下去啊 後來我切過去 他就找半天 他說老師你點的是什麼東西 有沒有發現 旁邊有個小小的機關 就是點這東西 大小大概14 那你要不要換其他字型啊 等等的這個 我想你自己再去設定 按確定就可以 字放大了 第二的話前景顏色 點旁邊這個小箭頭 調色盤 我大概給它一個深藍色好了 OK 好那大小再調一下 好做好一個 那不過後面還有像姓名 性別有沒有 生日雪行 這總共有六個 那其實一般這樣吧 可能你還要再拉一個對不對 那再拉一個 其實這樣沒有效率 我教過一個方法 就是小訣竅 你按Ctrl鍵按住 就是表示複製 這按住呢 往下拉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欸有沒有 然後你在做什麼呢 很簡單嘛 點它一下 Caption 改成什麼 比如說第二個欄位 第二個欄位是什麼 生日嘛對不對 你就怎樣 改個生日兩個字嘛 所以有時候我會把那個欄位呢 放在旁邊 那複製貼上 也可以 生日就改了 那再來就選心 再來就 以此類推 OK 好 這樣應該比較快吧 那第二個就是說 有可能一種狀況 就是說你按Ctrl鍵複製 沒有錯 但是有可能是怎樣 你 吃了太多 不應該吃的油 會造成可能 欸 就是 手沒有那麼 沒辦法那麼準確啦 可能會有發抖 抖一下就這樣 OK 那實在抖的太厲害 說真的這個 如果給使用者填 他會覺得好怪喔 這個設計師有點怪怪的 那怎麼樣可以讓他排整期 這個也非常重要 其實排整期 我覺得這個跟Foto效果很像 第一個 選取 那選的方式只要碰到就算了 碰到就算了 碰到呢 那一定有一個白色的 白色的就主控向 以他為準 比如說他是排頭 排頭為準 向右看齊 好 因為我當兵的是排長 都查韓口令 向右看齊好了 看齊 然後這個地方 特別要選舉之後 再來的話 欸 這個上面有一個格式 格式裡面有個對齊 有沒有發現 主控向 向左對齊 主控向左圓喔 OK按下去 這時候OK了 有沒有 管他亂排沒關係啦 所以 不過我通常 Ctrl鍵按下去 我幾乎一次到位 他都排整期了 好 但如果你們沒有這麼精確 沒關係 OK 第一個 解決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怎麼樣 感覺還有什麼 兼具好像不太一樣 對不對 怎麼辦呢 非常 很簡單 格式裡面 找一個 拆一拆出來 垂直兼具 相等 有沒有 OK了 不過我發現這個以前 我其實Photoshop 有用也差不多這個功能 Photoshop也有類似的功能 你也可以讓他排整期 OK 這跟影像處理軟體 差不了多少 好 就完成了 左邊了 對不對 從左到右 好 那再來就是說 姓名要填什麼 那你就可以點這個格子 然後點一個對不對 那一樣呢 格子大小大概這麼大 那你可以先拉一個之後的話呢 再往下拉 那大概的欄位一定是什麼呢 姓名 生日 生日可以點 血型的話是下拉的 後面這三個一樣是文字 所以基本上是 這一個先拉一個 底下的話 生日一樣 所以按Ctrl鍵 然後這下面這三個 一樣 OK 好 那另外的話 中間這個血型有沒有 你就拉一個什麼 下拉清單 下拉的 OK 這樣就完成了 不過 恐怕要注意一下 就是裡面的屬性 屬性部分的話呢 記得就是說 這一個 它的什麼呢 字的大小 如果你沒有去修改它的話 它預設也是9號是太小了 所以這邊的話請記住 我點在旁邊一下 9號把它改14號 OK 所以底下都一樣 那是不是好像剛剛 是不是先改了再複製 好像比較好一些些 所以 這個我想 你們自己等一下再 所以可以倒車回去 先修改之後 再來更改 可能會比較好 最後呢 然後再加一個什麼 command button 這個 button的話 就叫做新增 好了 比如說你這邊的話 可以把它caption 這個屬性 改一下 改成 按下去 幫我新增到 Excel裡面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是新增 好 然後字的大小一樣 縫屬性 點一下 14號字 OK 這樣就完成了 那對齊 當然如果你是太高 然後對它的話 怎麼對呢 它是主控項 對不對 你就這樣拉過來 好像碰到 這邊拉過來 如果它們要一樣 高度一樣的話 你就可以選這兩個 以它為準 格式 對齊 怎麼樣 主控項的什麼 上緣 OK 點下去 有沒有 一樣高了 好 那這樣的話 基本上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表單 快速的做出來 那這個部分呢 只有外觀 等一下會再講 就是說 裡面呢 有關程式部分 比如說我按下新增 它真的可以 把我填的東西 填到我Excel裡面 來畫面先畫給各位 試一下 謝謝